掌面宽阔,手指稍短,掌为虎,指为龙,有点虎吞龙的格局 那么执掌不得配,出身家庭环境也一般,难得祖阴的庇护 食指迅功财位也是杂文干扰比较多,财运一般,本职工作有些动荡 掌面轮廓见棱角,有些偏筋骨质,能吃苦耐捞 但是生命线和脑线粘贴比较长,本性还是偏保守谨慎的,做事放不开手脚 行动能力很强,能吃苦,能赖劳,但是思维打不开,容易思前想后 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也见导文,这个导文有一些大 导文处也见多条横纹穿过,这是首相当中比较忌讳的一种符号特征 说明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,异常的艰辛,家庭助力少,靠自己辛苦打拼 健康也受影响,因为生命线出现导文 从感情线来看,初期感情线也见邪文穿破 裂奈也不顺利,20到25岁的阶段是个坎 需要贵人帮扶才能够渡过难关 好在双太阳线加持,亦得贵人指点迷津 之后生命线深刻清晰,恢复活力 也得益于脑线的深刻清晰,心态比较稳 抗击打能力比较强,中年运势比较强劲 感谢尾端上翘,在亲密关系当中有激情和活力 也颇具浪漫情怀 不过中期有个小导文,代表婚姻遇到干扰 不过这个导文的能量引导到了十字文 就是把导文的负能量传导到了十字文 那么神秘的十字文能够化解这场婚姻危机 内心的逐渐的平和自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